永和去竹林里里长王素额 相当关心玉溪街的交通状况 因为巷弄狭小 又是环河东路通往竹林路的主要道路 因此车流量及行人都相当的多 王素额上任后 便开始积极向永和分局反应 终于划了宽一米的行人专用道 让行人走路时能够更加安全 这边常常出车后 一天有时候两次三次 我就个信念 如果我选上了里长 我一定要把这条路省顿得好好的 给行人走方便 不要说车子来了还要争一个道路 这样是实在很危险 原本我们这边巷子这边出来 然后车子开得很快 都看不到对方的来车 然后现在这样子坐这个绿色路之后 会看得很清楚 就是行人就会安全很多 里长王素额相当感谢永和分局的协助 让李明和行人终于不用载人车针道 显向还身 行人专用道从8月份规划做好到现在 里长表示车祸事故的频率真的减少很多 王素额上任里长的心愿终于实现 不仅让他的心安定许多 也让李明的生活环境更加安全 数位天空新闻永和报导 无论的层用